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楼市事件 我是今集的主持Florence 我们很高兴继续有施生 和我们分析楼价走势和市况 施生你好 你好 今天最新一期的CCL收报176.22 按周微升了0.2% 大麻单计数 CCL和年头的178.13 就有1.07%的跌幅 施生你怎样看明年的楼市 一二手的买卖和租金走势 会否呈一个反向 今年的楼价 最后只跌了1%左右 我相信是跟今年年初 很多人的看法 都不一致 我在年初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都看淡一点 不过我就比较快修正了我的错误 因为最初 刚刚过了社会运动 接着又疫情 都是不利的消息 但为何跌那么少呢 很多人 当自己的预期 和市场出现不一致的时候 在开始的时候 都不愿意修正自己的看法 但我比较尊重市场 市场其实是千万人 用真金白银投票的结果 是很坦的 在此争辞的结果 所以 日市的人 他并没有因为这些不利消息 而得出一个很悲观的结论 因为你要买一间屋 其实要有很长远的打算 也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这么多不利因素下 仍然这么多人日市呢 虽然最后 都是跌少少的 跌少少也看到 可能看淡的人略为多一点 当然今年其实有些日子都升过一点 基本上我都说 仍然在一个高位 在增持 即是说 原先一面倒看淡的 只是传媒入面 或者意见领袖入面的看法 市场里面不是完全的看法 其实2020年 好像你所说 本港和整个环球局势 其实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但是其实都基于大家看到 干性需求仍然都在 尤其是本港 和货币贬值 都令到它楼市仍然都有 我们一直所说 很强劲的抗跌力 而且其实截至到现在为止 二手成交通数比去年 2019年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升幅 有大概13% 所以说 随着2021年 我相信 已经可以普及地接种疫苗 疫情受控 我们会不会在 这么多的市场投资品上 其实仍然都对楼市会提高一线 你刚才说的也有道理 一个香港有江性需求 一个亦有货币因素 资金比较充裕 利息比较低 变成扭转了纯粹经济 政治上其他方面的因素 不过2021年 我刚才说的 有一些变数可能出现 2021年其实是 或者由2018年开始 中美贸易战开始 主导着整个投资市场 包括楼市、股市、金融市场、货币市场 最关键因素 都是中美角力的矛盾 我认为这个中美角力的矛盾 来到2021年 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转折 为什么这么看呢 因为我认为在之前那段时间 美国制约中国出招频频 而且是朝朝都落得很重 很大力的 我原本预计 中美的角力会是一场持久战 未必一定速战速决 但是美国的取态似乎是想快的 因为他一招出现又一招 每招都加力 又加关税 又限制华为5G的使用 又不让芯片出口 也制裁一些官员 限制中共的党员、家属 去美国、投资、一些大陆公司 去了美国上市 可能要难为他们 又迫自知挑动要卖盘 一连串出来 其实不是轻手的 也很重 那么重 打下去 似乎是想中共吃不消 要屈服 但是现在看来 中国的取态就是 大不了他内循环就算了 外循环被制约 他还有内循环 他也有办法抹下去 变成他这样出手法 打到别人的地方 别人可能都会痛 但是自己也会痛 而且是达不到目的 他未必有效 你可能打到手远 我自己怕出招出这么多 都不算很成功 因为如果说外循环 不外是贸易、资金、在同世界的关系、外交 其实中国贸易还有盈余 出口有增长 反而美国一样有赤字 本地生产未上去 如果说资金 中国的FDI 即是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连续几个月都会增长 去大陆买投资金融市场、股市 其实很多美国的基金投行 都叫人来投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特朗普才会落选 如果特朗普的招式是成功的 选民应该选择 选择他继续做下去 不算好店才想换新的 换新的上台 虽然说不变 但我看拜登的言行 选民会变的机会都大 他自己的说法就是 美国不可以靠阻止中国进步 而是应该靠自己进步得比中国快 如果说要自己创新多些 进步多些 可能以前靠打击中国 妨碍中国的措施 可能会松手 例如本来 华世卫或联合国某些组织 是偏帮中国要退出 美国和他们脱离关系 但如拜登上台 又说想恢复 所以我认为拜登上台 所做的手法 是会和特朗普不同 所以前一个阶段 是大力想打击中国 制约中国 下一个阶段 可能未必即刻产生效果 就要回下戏 转变下戏 所以我认为 未来其他国家都会看到 美国其实未必一下子 可以拼得死中国 如果拜登都松手 他不会去死守 美国是主力部队 主力部队都不守那条防线 其他的盟友都未必帮他守 所以未来的投资市场 是会重新定位的 整个市场 所以我认为 由看不好中国的前景 转为可能中国还值得投资 资金可能会回到 以香港来说 原本香港没有了外循环 香港没有运行 内循环 以前香港参与的比较少 香港是参与带中国去外面 或者带外面入中国 做一个中介角色 原来中国的外循环 不单止没有萎缩 还有增长 香港的价值是比原本估计中好 如果比原本估计中好 香港的房地产 香港的股市 可能好起来的机会 我认为是大 所以如果2021年 投资市场的主旋率 可能是重返中国 香港亦是低益 之前香港的楼市受政治因素 影响比较大 例如我之前 顾虑比较多 都是因为政治方面 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形势真的转变的话 香港的楼市 反而今年 应该说2021年 会比2020年 有更加好的表现 而我们刚刚上星期看到 九仓用了一个超高价 八二亿去投资山地文徽到地皮 其实会不会代表市场 对豪宅来的后市 一个比较乐观点的看法 或者是 遲些可能都总会有机会通关 那会不会都是 楼市会比较显著受惠呢 你刚才说过去年 可能是去年 2020年 可能已经是去年了 2020年 你说交投增加 增加了13% 我相信增加的 主要是中小型楼域 1000万以下楼域 现在九仓去投资 其实是投资山顶 超级豪宅来的 这些楼 九仓是有一定的经验的 他买Mind Nicos 都买得不错的 有些7万、8万 他觉得都买得到 灌绝亚洲 他这次投资 好像四万多元 四万六千元 四万六千元呎 四万六千元呎 可能他的经验 觉得 还有些水威可以赚 对于我们普通香港人来说 觉得 地价成本四万多元呎 是匪夷所思的 但是这些是少数单位 用这些少数单位去推论大市 我觉得是两种不同的产品 这些豪宅有时卖几年 慢慢才能找到客户 但是这些豪宅 代替品不多 所以他就可以 他只能够认为 是一个特殊例子 不可以凭这些豪宅 看其他地方 有没有这些单位 没有 但如果你说 买新界楼 这个不买 就买在旁边 大围买不到 去将军澳 去马鞍山 都不差太远 所以我相信 这个我只能够认为 是一个特殊例子 不可以凭这个 就说 楼市一定好 但是 我只能够说 一些发展商 对未来豪宅市场 还是有信心 豪宅市场 未来是什么人买呢 都不是一个本土为主的市场 你看伦敦的豪宅市场 以前叫做 No.1 High Park 都买得很贵 创世界最高 当然现在可能是香港最上 伦敦的市场 是卖给阿拉伯王子 俄罗斯商人 大陆的新发财 是靠全世界人一起来买 香港的豪宅市场 我相信 主要是靠内地富起来的那批人 那批人 你可以看看 香港最近在香港上市 美团、小米、小米等公司 一年升幾倍都有 他们的身家 是数以百亿地增长 当然 你不买房子 三、两亿下限地 十亿、八亿 都是身家一个极小部分 加上他们的选择比较少 阿拉伯王子 去美国买也可以 去西班牙买也可以 他到处都可以 在大陆富起来的人 现在不敢出去 因为美国说 如果你是共产党党員 连你的直系家属 他都不让你去 都不让你投资 有投资 分钟凍结你 所以他们到处都不敢去 美国的盟友也不敢去 唯有来香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香港豪宅 不是只看750万人 而是要看14亿人 那些购买力和编号 因为他们在香港住 適应香港的环境语言 生活习惯、食物 所以我相信香港的豪宅 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对他们来说 而香港在这段日子 虽然香港自己没有QE 但是香港是自由市场 资金周围流入来 香港自己富裕阶层 其实我相信在QE下都是得益 得益 没有外面那么多 但是都是得益 施先生 照你所说 是否2021年的整体楼市表现 都会比2020年好 当中特别是超级菩萨 亦都可以再被提高一线呢 初步我是这样看 要看现实如何演变 大家不能只听某些人的说法 最重要是自己去观察市场 独立思考 承担自己投资的后果 我们好多谢施先生 和我们分析 和做一个这么详细的预测 我们下集再见